我想解释一下 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律法推动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要祷告 你要依靠神 你要尊重神 爱神 这个当然是律法 另一种是 当你尊重神的时候 神怎样祝福你 这个是一种的动力 一种的动力 但不是最高层次的 这种动力是怎么样 你尊重神 神就喜悦 神就祝福你 你以悔改 天上就会有欢喜 这些没有错的 是好的 有恩典 但是当你尊重的时候 你祷告 神就为你预备 很多美好的东西了 你尊重神 你所做的 都是建造在磐石上 就不能 雨淋水冲 都不能撞走 你所做的 当你做的时候 这个也是有恩典 但完全的恩典 推动尊重是怎么样 是首先神开始 神感动你 有尊重神的心 要爱神的心 然后当你 回应神了 神感动你 推动你 透过神的话语 透过讲道 当你回应的时候 在里面回应 你说神啊 我想这样做 其实也是神感动你 当你回应 神就很喜悦了 然后神就给你动力 怎样做 给你能力 当你尊重 神就很喜悦 就不停地帮助你 提升你 这个跟第二种 有很大的分别 这是它是创始成重 从开始 它怎样感动你 赐给你 动力 给你 能力 给你 智慧 聪明 给你神的同在 陪伴你 感动你 怎样做 当你回应的时候 神就必定加你力量 更加地与你同在 陪伴你 欣赏你 也赏赐你 这种是玩 从头到尾 都是恩典 推动人 尊重 不但是你尊重 神就祝福你了 就好像对孩子说 你怪我就 对你更好了 这个是你怪 你先怪 然后对你好了 但最好是 怎样说了 好像妈妈 妈妈很爱你的 看中你 你很宝贵的 妈妈想帮助你的 当你与我合作 你怪的时候 我就帮助你 成为更好的 更好的一个人 更好的学生 将来你的 你的整个生命 就越来越好了 就长出 妈妈怎样帮助他 这个就是 更多的 创始成终 当然妈妈做的 远远的不如神所做的 希望你明白这一点 这个需要操练的 我再说一 另外一个比喻 侍奉神 律法推动 你要侍奉神 你要救灵魂 你不救灵魂 就像要去地狱了 你不救灵魂 有一天 神要问你 你为什么不传福音呢 你的朋友都没有传福音呢 神要追问你 为什么没有做 这个是律法推动 第一种恩典推动 你传福音 神就很喜悦 祂就祝福你了 祂就欣赏你 就赏赐你了 这种是人做了什么 让神赏赐 这种 人做了什么 神赏赐 第三种 去神开始 神很想拯救 世上人 祂看的人去地狱 很伤心 祂很伤心 祂看的人 愿意信靠耶稣 祂就很开心 所以祂就感动你 给你动力去尽尽神 去有力量 然后祂感动我们去拯救灵魂 我们看到威信耶稣人 我们那里面都有一种 关心祂的心 因为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 当我们呼应神 神啊 你给我这个关心 我就愿意去帮助祂 神就会更推动我们 更赐给我们能力 才干 然后我们就有机会 怎样与他们沟通 帮助他们 当我们这样做 神就赐给我们 更大的能力 提升我们 当我们传福音 神就很喜悦 神就陪伴我们 直到世界的末年 神就与我们同在 加给我们更大的能力 我们的信奉 就越来越被提升了 赏赐也越大 整个生命就被提升了 这个就是创始成终 从头到尾都是神 不但是当我们 尊重的时候 神才祝福 好了 希望你们都领受到 而且用出来 也是这样对自己说话 是神感动我尊重神 我尊重神 神就很喜悦了 是神感动我祷告 我呼应神 神就很喜悦 祂就叫我力量 我祷告就更有力量 更有帮助了 自己对自己也是这样 很多人对自己 是很多要求的 你要传道 你要读圣经 你要没有做好 所以你做得不够好 都是很多很多的 批评啊 都是吩咐啊 都是很多律法的 希望你们都是 按等推动 就更享受 好的 祝福你们 以前来训练的人 他们看到神的恩典的推动 他们都更有动力 尊重神更有动力 好的 祝福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oy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